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平均地权之实施 依本条例之规定 本条例未规定者 适用土地法及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内政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其有关土地债券之发行事项 中央主管机关为财政部 第三条 本条例用词之定义如左 一 都市土地 只依法发布都市计划范围内之土地 二 非都市土地 只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 三 农业用地 只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农业区 保护区范围内土地 依法供佐劣使用者 一 供农座 森林 养殖 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二 供与农业经营不可分离之农舍 处勤舍 仓储设备 晒厂 集货厂 农路 灌溉 排水及其他农用之土地 三 农民团团体与合作农场所有直接供农业使用之仓库 冷冻 厂 库 农机中心 残重制造 繁殖 厂 集货厂 检验厂等用地 四 工业用地 指依法核定之工业区土地及政府核准工业或工厂使用之土地 五 矿业用地 指供矿业实际使用地面之土地 六 自用住宅用地 指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 直系亲属于该地半郡户籍登记 且无出租或工营业用之住宅用地 七 空地 指已完成道路 排水及电力设施 于有自来水地区并已完成自来水系统 而仍未依法建筑使用 或虽建筑使用 而其建筑改良物价值不及所占基地申报地价10% 且经直辖市或县 市 政府认定应于增建 改建或重建之私有及工有非公用建筑用地 第四条 本条例所定地价评议委员会 由直辖市或县 市 政府组织之 并应由地方名义代表及其他公正人士参加 其组织归程 由内政部定之 第五条 依本条例照价收买或区段 征收土地所需之资金 得由中央或直辖市主管机关发行 土地债券 土地债券之发行 另以法律定之 第六条 删除 第七条 政府依法照价收买 区段 征收或因土地重划而取得之土地 得随时公开出售 不受土地法第25条之限制 第八条 删除 第九条 删除 第十条 本条例实施地区内之土地 政府于依法征收时 应按照征收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制 补偿其地价 在都市计创区内之公共设施保留地 应按毗邻非公共设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限制 补偿其地价 其地上建筑改良物 应参照重建价格补偿 第十一条 依法征收或照价收买之土地为出租耕地时 除由政府补偿承租人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费用 及尚未收获之农作改良物外 并应由土地所有权人 以所得之补偿地价 扣除土地增值税后余额之三分之一 补偿耕地承租人 前项补偿承租人之地价 应由主管机关于发放补偿或依法提存时 代为扣交 公有出租耕地依法拨用时 准用前二项之规定 补偿承租人 所需经费 由原管理机关负担 但唯无常播用者 补偿费用 由虚地机关负担 第十二条 本条例施行区域内地及总归户内容 作业程序 查询 资料提供范围与对象及收费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拟定 报请行政院核定 第二章 规定地价 第十三条 本条例施行区域内 未规定地价之土地 应及全面举办规定地价 但偏远地区及未登记之土地 得由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划定范围 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 分其办理 第十四条 规定地价后 每三年重新规定地价一次 但必要时得延长之 重新规定地价者 亦同 第十五条 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办理规定地价或重新规定地价之程序如左 一 分区调查最近一年之土地买卖价格或收益价格 二 依据调查结果 划分地价区段并估计区段地价后 提交地价评议委员会评议 三 计算综地单位地价 四 公告及申报地价 其期限为三十日 五 编造地价册及总归户册 第十六条 举办规定地价或重新规定地价时 土地所有权人位于公告期间申报地价者 以公告地价80%为其申报地价 第三章 照价征税 第十七条 已规定地价之土地 应按申报地价 依法征收地价税 第十八条 地价税财累进税率 以各该值辖市或县 市 土地七公亩之平均地价 为累进起点地价 但不包括工业用地 矿业用地 矿业用地 农业用地及免税土地在内 第十九条 地价税基本税率为千分之十 土地所有权用地价总额未超过土地所在地直辖市或县 市 累进起点地价者 其地价税按基本税率征收 超过累进起点地价者 一左列规定累进客针 一 超过累进起点地价未打五倍者 就其超过部分客针千分之十五 二 超过累进起点地价五倍至十倍者 就其超过部分客针千分之二十五 三 超过累进起点地价十五倍至十五倍者 就其超过部分客针千分之三十五 四 超过累进起点地价十五倍至二十倍者 就其超过部分客针千分之四十五 五 超过累进起点地价十五倍至十五 第十九之一条 土地为信托财产者 于信托关系存序中 已受托人为地价税或填付之纳税义务人 前向土地应与委托人在同一直辖市或县 市 辖区内所有之土地合并计算地价总额 依前条规定税率克针地价税 分别就各该土地地价占地价总额之比例 计算其因那支地价税 但信托利益之受益人为非委托人且符合左列各款规定者 前向土地应与受益人在同一直辖市或县 市 辖区内所有之土地合并计算地价总额 1. 受益人已确定并享有全部信托利益者 2. 委托人未保留变更受益人之权利者 2. 第20条 何于左列规定之自用住宅用地 其地价税按千分之三计真 1. 都市土地面积未超过三公亩部分 2. 非都市土地面积未超过七公亩部分 政府兴建之国民住宅 自动工兴建或取得土地所有权之日起 其用地支地价税 适用前向税率计真 2. 土地所有权人与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寿抚养亲属 适用第一项自用住宅用地税率缴纳地价税者 以一处为限 自中华民国79年1月1日起 第一项支税率按千分之二计真 第21条 工作列事业直接使用之土地 按千分之十计真地价税 但未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和定规划使用者 不是用之 1. 工业用地 矿业用地 2. 私立公园 动物园 体育场所用地 3. 寺庙 教堂用地 政府指定之名圣古基用地 4. 一都市计划法规定设置之加油站及公公众使用之停车厂用地 5. 其他经行政院核定之土地 在依法划定之工业区或工业用地公告前 以在非工业区或工业用地设立之工厂 经政府核准有案者 其直接供工厂使用之土地 准用前项规定 第一项各款土地支地价税 符合第25条减免规定者 依该条减免之 第22条 非都市土地依法编定之农业用地 或未规定地价者 征收填付 但都市土地何与佐列规定者 一同 1. 一都市计划编为农业区及保护区 现作农业用地使用者 2. 公共设施尚未玩具前 仍作农业用地使用者 3. 依法限制建筑 仍作农业用地使用者 4. 依法不能建筑 仍作农业用地使用者 5. 一都市计划编为公共设施保留地 仍作农业用地使用者 5. 依法限制建筑 仍作农业用地使用者 前项第二款及第三款 以自耕农地及一耕地375减租条例出租之耕地为限 5. 农民团体与合作农场所有直接供农业使用之仓库 6. 冷冻 厂 库 农机中心 残重制造 繁殖 厂 集货厂 检验厂 水稻育苗中心等用地 6. 仍真收田赋 6. 都市计划公共设施保留地 在保留期间仍为建筑使用者 除自用住宅用地1. 第20条之规定外 统案千分之六计真地价税 其未做任何使用并与使用中之土地隔离者 免真地价税 第24条 公有土地按基本税率征收地价税或填付 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 免真地价税或填付 第25条 公国防 政府机关 公共设施 骑楼走廊 研究机构 教育 交通 水利 给水 研业 宗教 医疗 卫生 公私募 慈善或公益事业等所使用之土地 即重化 肯荒 改良土地者 其地价税或填付得与市当之减免 减免标准与程序 由行政院定之 第26条 直辖市或县 市 政府对于私有空地 得势建设发展情形 分别划定区域 限其建筑 增建 改建或重建 与其未建筑 增建 改建或重建者 按该宗土地应纳地价税基本税额加真二倍至五倍之空地税或造价收买 经依前项规定 限其建筑 增建 改建或重建之土地 其新建之改良物价值不及所占基地申报地价百分之五十者 直辖市或县 市 政府不予核发建筑执照 第26之一条 农业用地闲置不用 经植辖市或县 市 政府报经内政部核准通知县其使用或命其委托经营 于其人未使用或委托经营者 按因纳田附加真一倍至三倍之荒地税 经加真荒地税满三年 人不使用者 得造价收买 但有左裂情形之一者不在此线 一 因农业生产或政策之必要而休闲者 二 因地区性生产部经济而休耕者 三 因公害污染不能耕作者 四 因灌溉 排水设施损坏不能耕作者 五 因不可抗力不能耕作者 前项规定之实施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汇同农业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章 照价收买 第27条 删除 第28条 一 第16条 第26条 第26条 第26条之一 第47条之一 第72条 第76条 第28条 第27条 第33条 第47条 第 Whosepes命也会 Modulegun封到民宿 第28条 批评铁买之日之行 第27条 第27条 第23条 第28条 第26条 第26条 第29条 第26条 达之次日起五十日内,缴交土地所有权状,土地他向权利证明书及有关证件,与其不缴交者,宣告其书状,证件无效。 三,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对缴交之书状,证件审核无额,或依前款规定宣告其书状,证件无效后,应于三十日内给付地价及他向权利补偿费,与其不领取者,依法提存。 第二十九条,依第十六条实施造价收买之土地,其公告及通知,应于申报地价后开针当年其地价税之前办理完俊。 依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二条规定得造价收买之土地,自限其届满之次日起,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应停止受理申请建筑执照。 第三十一条,照价收买之土地,其所有权人应于受领地价玩俊或其地价经依法提存之次日起六十日内,将其土地交付该管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与其不交付者,必要时主管机关得移送法院裁定后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照价收买土地之地价,依左列规定计算之。 一,依第十六条规定收买者,以其申报地价为准。 二,依第四十七条之一规定收买者,以其申报土地以转限值为准。 三,依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之一,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规定收买者,以收买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第三十二条,照价收买之土地,如土地所有权人有改良土地情势,其改良土地之费用及以缴纳之公臣受益费,经该管主管机关验证登记者,应并入地价内计算之。 第三十三条,照价收买之土地,底上如有农作改良物,应与补偿。 前项农作改良物价额之估定,如其资习成熟时间在收买后一年以内者,应按其成熟时之资习估定之,其在一年以上者,应依其种植,培育费用,并掺着限值估定之。 依法征收之土地,准用前二项之规定。 第三十四条,照价收买之土地,地上建筑改良物同属土地所有权人所有者,应一并收买。 但部属土地所有权人所有者,不在此限。 前项改良物之价额,由直辖市获限,市,政府查估后,提交地价评议委员会评定之。 第五章,涨价归功。 第三十五条,为实施涨价归功,土地所有权人于申报地价后之土地自然涨价,应依第三十六条规定征收土地增值税。 但政府出售或依法赠予之公有土地,即接受捐赠之私有土地,免真土地增值税。 第三十五之一条,私人捐赠公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使用之土地,免真土地增值税。 但以符合左列各款规定者为限。 一、受赠人为财团法人。 二、法人章诚在明法人解善时,其胜于财产规属当地地方政府所有。 三、捐赠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赠土地之利益。 第三十五之二条,配偶相互赠予之土地,不可真土地增值税。 但于在移转第三人时,以该土地第一次赠予前之原规定地价或前次移转现值为原地价,计算涨价总数额,可真土地增值税。 第三十五之三条,土地为信托财产者,于左列各款信托关系人兼以转所有权,不可真土地增值税。 一、因信托行为成立,委托人与受托人间。 二、信托关系存序中受托人变根时,原受托人与心受托人间。 三、信托契约明定信托财产之受益人唯伪托人者,信托关系消灭时,受托人与受益人间。 四、因以主成立之信托,于信托关系消灭时,受托人与受益人间。 五、因信托行为不成立,无效,解除或撤销,委托人与受托人间。 第三十六条,土地增值税之珍收,应依照土地涨价总数额计算,于土地所有权移转或设定点权时行之。 但因继托而移转者,不增土地增值税。 钱向土地涨价总数额,应减去土地所有权人为改良土地以支付之全部费用。 土地所有权人办理土地以转缴纳土地增值税时,在其持有土地期间内,应重新规定地价增缴之地价税,就其以转土地部分,准与地缴其应纳之土地增值税。 但准与地缴之总额,以不超过土地移转时应缴增值税总额5%为限。 钱向增缴之地价税底缴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十七条,土地增值税,以原土地所有权人为纳税一物人。 但土地所有权无偿移转者,以取得所有权人为纳税一物人。 第三十七之一条,受托人就受托土地,于信托关系存续中,有偿移转所有权,设定点权或依信托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转为其自有土地时,以受托人为纳税一物人,可真土地增值税。 以土地为信托财产,受托人依信托本指以转信托土地与为托人以外之归属权利人时,以该归属权利人为纳税一物人,可真土地增值税。 第三十八条,土地所有权移转,其移转限值超过原规定地价或前次移转时申报之限值,应就其超过总数额依第三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扣减后,征收土地增值税。 前项所称原规定地价,细指中华民国五十三年规定之地价,其在中华民国五十三年以前以依土地法规定办理规定地价及在中华民国五十三年以后举办规定地价之土地,均以其第一次规定之地价为原规定地价。 所称前次移转时申报之限值,于因继承取得之土地再行移转者,细指继承开始时该土地之公告土地限值。 第三十八之一条,依第三十五条之三规定不克真土地增值税之土地,于所有权移转,设定点权或依信托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以转为寿托人自有土地时,以该土地不克真土地增值税前支援规定地价或最近一次经核定之以转现值为原地价,计算涨价总数额,克真土地增值税。 但数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但书规定情形者,其原地价之认定,依其规定。 因遗嘱成立之信托,于成立时以土地为信托财产者,该土地有钱向应克真土地增值税之情形时,其原地价只以主人死亡日当其之公告土地限值。 前二项土地,于即克土地增值税时,委托人或受托人于信托钱或信托关系存续中,有支付第三十六条第二项改良土地之改良费用或同条第三项增缴支地价税者,准用该条支减除或抵缴规定。 第三十九条,前条原规定地价或前次已转时申报之限值,应按政府公告之物价指数条整后,再计算其土地涨价总数额。 第四十条,土地增值税之税率,依下列规定。 一,土地涨价总数额超过原规定地价或前次已转时合计土地增值税之限值数额未达100%者,就其涨价总数额征收增值税20%。 二,土地涨价总数额超过原规定地价或前次已转时合计土地增值税之限值数额在100%以上未达200%者,除按前款规定半厘外,其超过部分征收增值税30%。 三,土地涨价总数额超过原规定地价或前次已转时合计土地增值税之限值数额在200%以上者,除按前二款规定分别半厘外,其超过部分征收增值税40%。 因修正前项税率造成直辖市政府极限,是,政府税收支实质损失,于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扩大中央统筹分配税款规模之规定施行前,由中央政府补足之,并不受预算法第23条有关公债收入不得充经长支出支用支限制。 前项实质损失之计算,由财政部与直辖市政府极限,是,政府协商之,公告土地限值,不得低于一般正常交易价值之一定比例。 前项一定比例,由中央主管机关汇同财政部与直辖市,县,市,政府汇商后定支。 但应逐年接近一般正常交易价格。 持有土地年限超过二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税超过第一项最低税率部分减真百分之二十。 持有土地年限超过三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税超过第一项最低税率部分减真百分之三十。 持有土地年限超过四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税超过第一项最低税率部分减真百分之四十。 第四十一条,土地所有权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者,都市土地面积未超过三公亩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积未超过七公亩部分, 其土地增值税统就该部分之土地涨价总数额按百分之十真收之,超过三公亩或七公亩者, 其超过部分之土地涨价总数额,依前条规定之税率征收之。 前项土地于出售前一年内成功营业使用或出租者,不适用前项规定。 第一项规定于自用住宅之平定限值不及所占基地公告土地限值百分之十者,不适用之。 但自用住宅建筑工程完成满一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土地所有权人,依第一项规定税绿缴纳土地增值税者,以一次为限。 土地所有权人适用前项规定后,再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不受前项一次之限制。 1. 出售都市土地面积未超过1.5公亩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积未超过3.5公亩部分。 2. 出售时土地所有权人与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无该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 3. 出售前持有该土地6年以上。 4. 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与土地出售前,在该地设有户籍且持有该自用住宅连续满6年。 5. 出售前5年内,无供营业使用或出租。 第42条,被征收之土地,免征其土地增值税。 1. 都市计划法指定之公共设施保留地尚未被征收前之移转,准用前项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 2. 但经变根为非公共设施保留地后再移转时,以该土地第一次免征土地增值税前支援规定地价或前次移转限值为原地价,计算涨价总数额,可征土地增值税。 2. 依法得征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权人自愿按征收补偿地价授予须虚地机关者,准用第一项之规定。 3. 经重化之土地,于重化后第一次移转时,其土地增值税减真40%。 4. 第四十二之一条,区段珍收之土地,以现金补偿其地价者,依前条第一项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 4. 但依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因领回底价地不足最小建筑单位面积而领取现金补偿者,以免征土地增值税。 4. 区段珍收之土地,依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底价地补偿其地价者,免征土地增值税。 4. 但领回底价地后第一次移转时,应以原土地所有权人实际领回底价地之地价为原地价,计算涨价总数额,可真土地增值税,并准用前条第四项之规定。 4. 删除 第四十四条 土地所有权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自营工厂用地或自耕之农业用地,另行购买使用性值相同之土地者,依法退还其出售土地所缴之土地增值税。 5. 前项土地被征收时,原土地所有权人于领取补偿地价后,另行购买使用性值相同之土地者,依法退还征收土地所缴之土地增值税。 5. 第四十五条 6. 做农业使用之农业用地,以转于自然人时,得申请不克真土地增值税。 6. 前项不克真土地增值税之土地承受人于其具有土地所有权之期间内,曾经有关机关查或该土地为做农业使用且为在有关机关所令期限内恢复做农业使用, 6. 或虽在有关机关所令期限内已恢复做农业使用而在有位做农业使用情势者,于在已转时应克真土地增值税。 7. 前项锁定土地承受人有位做农业使用之情势,于配偶间相互赠予之情形,应合并计算。 8. 做农业使用之农业用地,于本条立中华民国89年1月6日修正施行后第一次移转,或依第一项规定取得不克真土地增值税之土地后再移转,依法应克真土地增值税时,以该修正施行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原地价,计算涨价总数额,克真土地增值税。 本条立中华民国89年1月6日修正施行后,曾经克真土地增值税之农业用地再移转时,依法应克真土地增值税时,以该土地最近一次克真土地增值税时核定之申报以转现值为原地价,计算涨价总数额,克真土地增值税,不是用前项规定。 第46条,直辖市或县,是,政府对于辖区内之土地,应经常调查其地价动态,会置地价区断图并估计区断地价后,提经地价评议委员会评定, 据以编制土地限值表于每年1月1日公告,作为土地以转集设定点权时,申报土地以转现值之参考,并作为主管机关审核土地以转现值及补偿征收土地地价之依据。 第47条,土地所有权以转或设定点权时,权利人及义务人应于订定契约之日起30日内,减同契约及有关文件, 共同申请土地所有权以转或设定点权登记,并共同申报其土地以转现值。 但依规定得由权利人单独申请登记者,权利人得单独申报其以转现值。 权利人应于买卖案件办郡所有权以转登记30日内,向主管机关申报登陆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实际资讯。 前项买卖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权利人免申报登陆成交案件实际资讯。 1.买卖案件委托地证室申请登记者,应由地证室申报登陆。 2.买卖案件委由不动产经纪业居间或代理成交,除依钱款规定委托地证室申请登记者外,应由不动产经纪业申报登陆。 前二项受理申报登陆成交案件实际资讯,主管机关得委任所属机关办理。 前三项登陆之资讯,除涉及个人资料外,德工政府机关利用并以区断化、去世别化方式提供查询。 以登陆之不动产交易价格资讯,在相关配套措施完全建立并完成立法后,使得为课税依据。 第二项,第三项登陆资讯类别,内容与第五项提供之内容,方式,收费费额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七之一条,土地所有权已转或设定点权,其申报已转现值之审核标准,依左列规定。 一,申报人于订定契约之日起三十日内申报者,以订约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二,申报人于订定契约之日起三十日使申报者,以受理申报机关收件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三,移赠之土地,以移赠人死亡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四,依法院判决已转登记者,以申报人向法院起诉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五,经法院拍卖之土地,以拍定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但拍定价额低于公告土地限值者,以拍定价额为准,拍定价额如以先将设定抵押金额及其他债务于以扣除者,应以并同计算之金额为准。 六,经政府核定召价收买或协议购买之土地,以政府收买日或购买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但政府给付之地价低于收买日或购买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者,以政府给付之地价为准。 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申报人申报之以转限值,经审核低于公告土地限值者,得由主管机关照其自行申报之以转限值收买或照公告土地限值征收土地增值税。 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申报以转限值,经审核超过公告土地限值者,应以其自行申报之以转限值为准,征收土地增值税。 第四十七之二条,依法免申土地增值税之土地,主管税捐基关应依佐列规定核定其以转限值并发给免税证明,以平办理土地所有权以转登记。 一,依第三十五条规定免申土地增值税之公有土地,以实际出售价额为准。 但各级政府赠予或售赠之土地,以赠予契纪定约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二,依第三十五条之一规定免申土地增值税之私有土地,以赠予契纪定约日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三,依第三十六条规定免申土地增值税之继承土地,以继承开使时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为准。 四,依第四十二条之一第二项规定免申土地增值税之底价地,以趋断申收时实际领回底价地之地价为准。 第四十八条,删除 第四十九条,删除 第五十条,土地所有权移转,其应纳之土地增值税,纳税义务仍位于规定其限内缴纳者,得有取得所有权之人代为缴纳。 一,第四十七条规定由权利人单独申报土地移转限值者,其应纳之土地增值税,应由权利人代为缴纳。 第五十一条,依本条例施行涨价归工之收入,以工育幼、养老、救灾、济贫、卫生、辅助残障等公共福利事业,兴建国民住宅、征收公共设施保留地、兴办公共设施、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建设、推展国民教育及实施平均地权之用。 第六章,土地使用。 第五十二条,为促进土地合理使用,并谋经济均衡发展,主管机关应依国家经济政策,地方需要情形,土地所能提供使用之性质与区域计划及都市计划之规定,全面编定各种土地用途。 第五十三条,各级主管机关得救佐列地区报经行政院核准后施行区断侦收。 一,新设都市地区之全部或一部,实施开发建设者。 二,旧都市地区为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交通之需要或促进土地之合理使用实施更新者。 三,都市土地开发新社区者。 四,农村社区为加强公共设施,改善公共卫生之需要或配合农业发展之规划实施更新或开发新社区者。 区断征收地区选定后,征收机关于通知其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后,得进入该地区内为勘查或测量。 其必须迁移或除去该土地上之障碍物时,应事先通知其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其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因而遭受之损失,应与适当之补偿。 补偿金额,由双方协议之,协议不成,由当地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含请上级政府予以核定。 区断征收地区选定后,征收机关得势实际需要报经上级主管机关核定后,分别或同时公告禁止阻裂事项。 1. 土地移转,分割,设定负担。 2. 建筑改良物资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集采取土时或变更地形。 前项禁止期间,以一年六个月为期。 第五十四条,各级主管机关依本条例规定施行区断征收时, 应依本条例第十条规定补偿其地价,如经土地所有权人之申请,得以征收后可供建筑之土地则算抵付。 底价地总面积,以征收总面积50%为原则,其因情形特殊,经上级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线。 但不得少于百分之四十。 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应领回底价地之面积,由征收机关按其应领补偿地价与区断征收补偿地价总额之比例计算其应领之权利价值,并以该底价地之单位地价则算之。 依前项规定领回面积部族最小建筑单位面积者,应于规定期间内提出申请合并,位于规定期间内申请者,征收机关应于规定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按原征收补偿地价发给现金补偿。 第五十五条,依本条例实施区断征收之土地,原土地所有权人不愿领取现金补偿者,应于征收公告期间内以书面申请发给底价地。 领回底价地者,由征收机关于规划分配后,嘱托该管登记机关进行办理土地所有权登记并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第五十五之一条,区断征收之土地以底价地抵付补偿地价者,其原有租赁关系及他向权利准用是地重划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十五之二条,区断征收范围内之土地,经规划整理后,其处理方式如左。 一、底价地发交原土地所有权人领回。 二、道路、沟渠、公园、绿地、儿童游乐场、广场、停车场、体育场所、国民学校等公共设施用地无常登记为职辖市、县、市、或乡、镇、市、有。 三、钱款以外之公共设施用地,得由主管机关依财务计划需要,于贞收计划书载明有常或无常播供需地机关或让售公公营市业机构使用。 四、国民住宅用地,安置原住户或京行政院专案核准所需土地让售需地机关。 五、其余可供建筑土地,得与标寿、标租或设定地上权。 前项第二款以外之公共设施用地,如该事业得许民营者,齐用地应依前项第五款之规定办理。 一、第一项第三款至第五款拨用或让售地价及标售底价,以开发总费用为基准,按其土地之位置、地市、交通、道路宽度、公共设施及预期发展等条件之优劣估定之。 一、第一项第五款标租时,其期限不得于99年。 第一项第五款土地之标售,标租及设定地上权办法,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六条,各级主管机关得旧下列地区,报经上级主管机关核准后,办理式地重划。 一、新设都市地区之全部或一部,实施开发建设者。 二、旧都市地区为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交通或促进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 三、都市土地开发新社区者。 四、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限期办理者。 依前项规定办理是地重划时,主管机关应拟据是地重划计划书,宋经上级主管机关核定公告满三十日后时失之。 在前项公告期间内,重划地区私有土地所有权人办数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积超过重划地区土地总面积办数者,表示反对时,主管机关应与调畜,并掺着反对理由,修订市地重划计划书,重刑报请核定,并依其核定结果公告实施。 市地重划地区之选定,公告禁止事项,计划之拟定,核定,公告通知,测量,调查,地价查估,计算负担,分配设计,拆迁补偿,工程施工,地级整理,交接清偿及财物结算等事项之实施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57条,是当地区内之私有土地所有权人办数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积超过区内私有土地总面积办数者之同意,得申请该管制辖市或县,市、政府核准后优先实施市地重划。 第58条,为促进土地利用,扩大办理事地重划,得奖励土地所有权人自行组织重划会办理之。 其奖励是项如左。 1. 给予低利之重划贷款。 2. 免收或减收地级整理规费及换发权利书状费用。 3. 优先兴建重划区及其相关地区之公共设施。 4. 免真或减真地价税与填付。 5. 其他有助于市地重划之推行事项。 前向重划会组织、职权、重划业务、奖励措施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5. 重划会办理市地重划时,应由重划区内私有土地所有权人办数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积超过重划区私有土地总面积办数以上者之同意,并经主管机关核准后实施之。 第59条,重划地区选定后,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德市实际需要报经上级主管机关核定后,分别或同时公告禁止或限制阻列事项。 1. 土地移转,分割或设定负担。 2. 建筑改良物资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集采取土时或变更地形。 前向禁止或限制之期间,不得超过一年六个月。 第一项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项,无需征询土地及建筑改良物所有权人之意见。 第60条,依本条例规定实施市地重划时,重划区内供公共使用制道路、沟渠、儿童游乐场、邻里公园、广场、绿地、国民小学、国民中学、停车场、零售市场等十项用地, 除以员工有道路、沟渠、河川及卫登记地等四项土地抵冲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费用、重划费用与贷款利息, 由参加重划土地所有权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负担,并以重划区内未建筑土地者价抵付。 如无未建筑土地者,改以现金缴纳。 其经限其缴纳而与其不缴纳者,得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重划区内未列为前项共同负担之其他公共设施用地与土地交换分配时,应以该重划地区之工有土地优先支配。 依第一项规定者价抵付共同负担之土地,其合计面积已不超过各该重划区总面积45%为限。 但经重划区内私有土地所有权人半数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积超过区内私有土地总面积半数之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之一条,重划区内之土地扣除前条规定者价抵付共同负担之土地后,其与土地人依各宗土地地价数额比例分配与原土地所有权人。 但应分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因未达最小分配面积标准,不能分配土地者,得以现金补偿之。 依前项规定分配结果,实际分配之土地面积多于应分配之面积者,应缴纳差额地价,实际分配面积少于应分配之面积者,应发给差额地价。 第二项应缴纳差额地价经县其缴纳于其未缴纳者,得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未缴纳差额地价之土地,不得移转。 但因继承而移转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之二条,主管机关于办理重划分配完毕后,应将分配结果公告三十日,并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土地所有权人对于重划之分配结果,得于公告其间内向主管机关以书面提出异议,为提出异议者,其分配结果于公告其门时确定。 前项意义,由主管机关调处之,调处不成,应报请上级主管机关才决之。 第六十一条,都市发展较缓地区办理式地重划时,得先将重划土地之交换分合,测定介质及土地之分配,登记及交接工作,办理完成。 对于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得是都市之发展情形,另行办理。 依前项规定实施重划地区,公共设施兴建前,公共设施保留地由当地直辖市或县,市、政府管理。 实施工程建设时,其工程费用,得依征收工程授益费之规定办理。 重划区内之土地所有权人,并得集资自行新办各项工程建设。 第六十二条,市地重划后,重刑分配与原土地所有权人之土地,自分配结果确定之日起,视为其原有之土地。 但对于行政上或判决上之处分,其效力与原有土地性质上不可分辙,不是用之。 第六十二之一条,重划区内应行拆迁之土地改良物或坟墓,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应与公告,并通知其所有权人或墓主,土地改良物限期三十日内坟墓限期三个月内自行拆除或迁葬。 与其不拆除或迁葬者,得待为拆除或迁葬。 前项因重划而拆除或迁葬之土地改良物或坟墓,应于补偿,其补偿数额,由直辖市或县,市、政府查定之。 但违反依第五十九条规定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项者,不予补偿。 代为拆除或迁葬者,其费用在其因领补偿金额内扣回。 第六十三条,出租之工,私有耕地因实施事地重划至不能达到原租赁之目的者,由直辖市或县,市、政府竟为注销其租约并通知当事人。 依前项规定注销租约者,承租人得依左列规定请求或领取补偿。 一、重划后分配土地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请求按重划计划书公告当其该土地之公告土地限制三分之一之补偿。 二、重划后未受分配土地者,其应领之补偿地价,由出租人领取三分之二,承租人领取三分之一。 因重划抵冲为公共设施用地之公有出租农业用地,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应竟为注销租约,并按重划计划书公告当其该土地之公告土地限制三分之一补偿成租人,所需费用列为重划共同负担。 第六十三之一条,前条以外之出租土地,因重划而不能达到原租赁之目的者,承租人得终止租约,并得向出租人请求相当一年租金之补偿。 其因重划而增减其利用价值者,出租人或承租人得向对方请求变更租约及增减相当之租金。 第六十四条,地上权,浓郁权,永垫权及不动产益权因是地重划至不能达其设定目的者,各该权利是为消灭。 地上权人,浓郁权人,永垫权人或不动产益权人得向土地所有权人请求相当之补偿。 土地建筑改良物经设定抵押权或点权,因是地重划至不能达其设定目的者,各该权利是为消灭。 抵押权人或点权人得向土地所有权人请求以其所分配之土地,设定抵押权或点权。 第六十四之一条,实施重划未受土地分配者,其原设定抵押权或点权之权利价值,由重划机关在不超过土地所有权人应得补偿之数额内与以协调清理。 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之一,第六十四条,请求全知行使,应于重划分配结果确定之次日期二个月内为之。 第六十六条,实施重划区内,经重划分配之土地,重划机关应以书面分别通知原土地所有权人及使用人,限其办理谦让或接管,于其不谦让者,得以送法院强制执行,于其不接管者,自限其届满之日期,是为以接管。 第六十七条,经重划之土地,重划机关应依据重划结果,重新编号,列册送由该管登记机关,尽为办理权利变更登记,焕发土地权利书状,未于规定期限内换领者,宣告其原土地权利书状无效。 第六十八条,删除 第六十九条,删除 第七十条,删除 第七十一条,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对于尚未建筑之私有建筑用地,应限制土地所有权人所有面积之最高额。 前向所有面积之最高额,以十公亩为限。 但工业用地,学校用地及经政府核准之大规模建筑用地,应是其实际需要分别定定之。 计算尚未建筑土地面积最高额时,对于因法令限制不能建筑之土地,应于扣除。 第七十二条,前条超额土地,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应通知土地所有权人于二年内出售或建筑使用,于其未出售或未建筑使用者,得与造价收买,整理后出售与需用土地人建筑使用。 但在建设发展较缓之地段,不在此线。 第七十三条,一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照价收买后再出售之土地及一第五十五条之二第一项第五款出售之土地,其成购人因自成购之日起一年内新工建筑,于其不建筑,亦未报准延其建筑者,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得照原价收回。 前项延其建筑之期限,不得于六个月。 第七十四条,一第二十六条,规定限期建筑之土地,由左列情形之一者,土地所有权人应于街道限期使用通知后,与成租人,借用人或地上权人协议建筑,增建或改建,协议不成时,得终止租约,借贷或撤销地上权。 一,土地所有权人将其土地出租,带予或设有地上权者。 二,土地所有权人将其所有支建筑改良物出租或带予他人使用者。 三,土地承租人,借用人或地上权人将其所有建筑改良物出租或带予他人使用者。 第七十五条,依前条第一款规定收回土地之所有权人,除应给予成租人,借用人或地上权人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费用外,并应就其建筑改良物给予补偿。 前项建筑改良物补偿价额,由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估定之。 第七十六条,出租耕地经依法编为建筑用地者,出租人为收回自行建筑或出售作为建筑使用时,得终止租约。 依前项规定终止租约,实际收回耕地届满一年后,不依照使用计划建筑使用者,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得造价收买之。 第七十七条,耕地出租人依前条规定终止租约收回耕地时,除应补偿成租人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费用及尚未收获之农作改良物外,应就申请终止租约当期之公告土地限值,预计土地增值税,并按该公告土地限值减除预计土地增值税后余额三分之一给予补偿。 前项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费用,以承租人以一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以书面通知出租人者为限。 公有出租耕地终止租约时,应依照第一项规定补偿耕地承租人。 第七十八条 依第七十六条规定终止耕地租约时,应有土地所有权人以书面向直辖市或县,是,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核其已与成租人协议成立者,应准终止耕地租约,其经审核尚未与成租人达成协议者,应及邀及双方协调。 成租人拥不接受协调或对补偿金额有争议时,由直辖市或县,是,政府,依前条规定标准计算成租人应领之补偿,并通知领取,其经领取或依法提存者,准与终止耕地租约。 耕地租约终止后,成租人拒不返还耕地时,由直辖市或县,是,政府移送法院裁定后,强制执行之,不受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关于租店争议条解条处程序之限制。 第七十九条 被甄收或召价收买之土地,应那为那支土地税捐及至那金,由该管直辖市或县,是,政府于发放补偿金时,代为扣缴,并以其余款,交付被甄收或收买之土地所有权人。 第七章 罚则 第八十条 删除 第八十一条 土地买卖未办俊权利以转登记,承买人在行出售该土地者,储英纳登记费二十倍以下之罚还。 第八十一之一条 依第三十五条之一受赠土地之财团法人,由左列情形之一者,储追补英纳之土地增值税外,并储英纳土地增值税额二倍之罚还。 一、未按捐赠墓地使用土地者 二、违反个该事业设立宗职者 三、土地收益未全部用于各该事业者 第八十一之二条 违反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限其改正而未改正者 储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还 并限其改正 借其未改正者 应按次处罚 第八十二条 删除 第八十三条 已经迎土地买卖 违背土地法律 从事土地垄断 投机者 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得并科七千元以下罚金 第八十三之一条 由左列行为之一者 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 一、移动或毁损虫化册粮标桩 致妨害市地虫化工程之设计 施工或土地之分配者 二、以强暴 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防害市地虫化之实施者 第八章 负责 第八十四条 删除 第八十五条 本条例施行区域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十六条 本条例施行细则 由行政院定之 第八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条例中华民国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 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之一 第十五条之 三、第十七条之一 及第十八条之一之 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本条例中华民国九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修正之 第十六条之 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本条例中华民国一百年十二月十三日修正之 第十七条 及第八十一条之 二之 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七条之一